Ready, and go! Daze Magazine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它 Cult Model Cult 在词典中的事宜很多 其中名词就有狂热崇拜、信徒、写点、特定群体的偶像等意思 而其形容词则为受崇拜的、热门的 我们并非对这个词感到陌生啊 毕竟大学英语四级会考 我们不陌生是因为近年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词组组合 Cult 篇指那些在小圈子内被支持者喜爱及推崇膜拜的电影 也可称为非主流电影或另类电影 这种电影通常未获得大规模票房成功 Cult Fashion 常指那些商业规模不大 具有鲜明设计风格的品牌 这些品牌往往拥有一批深度迷恋该风格 忠诚度极高的信徒 一般来说 Rav Simmons、Rick Owens、Kiko等品牌都算得上是Cult Fashion 但是我们其实鲜少会看到主流媒体用Cult这个词来形容一位模特 所以戴文清末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模特 世界名模这么多 他到底是如何突围的 戴文清末是欧亚混血 父亲是日本人 母亲则来自欧洲 戴文清末1982年生于美国纽约市 父亲是一名专业的摔交手 同时也是著名美国餐饮公司Benny Hanna的创始人 这个公司规模可不小 他在全球范围内拥有116家具有日本风格的餐厅的所有权或特许经营权 而他的母亲则是一名珠宝设计师 常年混迹在时尚名流圈当中 可以补充的冷知识是 著名的世界百大DJ Steve Aoki 其实就是戴文清末同父异母的哥哥 戴文清末身高只有168 相比其他模特来说 他其实矮得很突出 但这丝毫不妨碍他进入模特界 毕竟他那一张具有混血感的娃娃脸已经足够有辨识度 叫人过目不忘 于是13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从事模特工作 有很多小伙伴看到这里也许就会问 这么小的年纪去做一名模特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我们只能说具体个体具体分析吧 模特界里面有很多人真的就是生活所迫才去做模特 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过的Natalia 但戴文清末不是 她的母亲在时尚行业有足够多的人脉 后来父母离婚 戴文清末的继父也是一名有着十年工作经验的模特 她的家人也一直确保他会继续上学 而非全职模特 把她保护得非常好 14岁的时候在亲友的引荐下 著名矮模K-Moss看到了他为interview杂志拍摄的大片 并从中看到了他的潜力 在K-Moss的帮助之下 戴文清末的职业生涯开始起飞 如果你的年纪和我一样大 那你估计还会对K-Moss和戴文清末一起合作演绎的这支MV有印象 两位传奇矮模 后面甚至还一起重新登上了让他俩结实的interview杂志的30周年特刊封面 如今点开models.com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位列ICONS梯队 网站上是这样介绍他的 戴文清末的独特之美至今无人能及 一眼就能将其认出 因为这一份独特从业多年他已为数不清的大牌左部秀 老佛爷更是多次牵着他出现在秀场上 由此可见各大品牌和明星设计师们真的很喜爱他 不仅如此很多杂志社 顶级摄影师 化妆师也都对他这张独特的脸孔亲来有加 比如他最经典的拍摄之一就出自1999年的意大利版Vogue 摄影师是Steven Mazel 化妆师是Pat McGrath 这两位我们频道之前均有介绍过 欢迎考古 不得不说这真正是好顶级的配置 这一组拍摄主题为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而戴文清末则在魔镜前 生动演绎了一位百变的鬼马小精灵 而另一组他最出圈的大片如下 他竖着东方文化中常见的发际 身上穿着麦昆 大片主体是灰暗的色调 里面他有一只具有未来科幻感的眼睛 我们再看额头 一个超大的回形针从中穿过 而在与之交叉的裂缝之中 花瓣喷涌而出 这张图里的戴文清末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扭曲的 来自异星文明的芭比娃娃 看到这里 小伙伴们发现了吗 世人皆认为它很独特 尤其在西方战主导的时尚产业的眼中 它是特别的存在 就和方才那张图一样 它就像是一个新奇的星际芭比 但这一份独特和新奇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方面 戴文清末能够深刻地感知到 这一份独特的正面意义 他自己就曾这样说 我一直认为做模特应该有某种既定的标准 我身高不够 长相也蛮奇怪的 我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模特 但我想 我的出现是一件好事 现在审美更多元 长得矮一点 脸独特一点 大家也觉得OK 但另一方面 面对一系列为他量身定做的装造拍摄主题 他也曾表他够不满 我受了太多折磨了 人们总是想让我看起来像个怪胎 但我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奇怪 我是很多不同东西的结合体 也许让我看起来很奇怪 比让另一个白人模特看起来奇怪更容易 他这番话 是不是还蛮值得让人去深思的 所谓的西方媒体 会用cote model一字来形容他 并极力放大他身上的怪胎特质 一个立体的人 在庞大的时尚行业面前 被异化成了能够给时尚商业产品注入某种特定亚文化魅力的工具 他的确因为自己特有的长相和气质 获得了更多的瞩目 但他也因为这一份独特 因为这个过于突出的人设 把自己给困住了 再难以向世人展示完整的自己 所以他后来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这一番话 其实就提前揭露了他后来离开模特行业的原因之一 我不希望人们认为我是一块空白的画布或者一个衣架 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是这样的 那在某种意义上 你必须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因为这让他们有创造力 我一直坐在化妆椅上 他们一直在对我做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想 我的天啊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当然 我知道这些照片最终看起来很棒 于是 明明模特事业正处在巅峰期 他却选择在此刻慢慢淡出 在21世纪初 他开始转行进军演艺界 他拍摄了多部电影 包括速度与激情2 少女特工队 罪恶之城等等 其中他在速度与激情2当中的造型 还被著名企业家Rihanna 在之前的彩妆广告里面 拿出来狠狠致敬了一番 而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他在少女特工队当中的表现 很多人的网络头像就是出自这一部影片啊 不得不说 不带任何滤镜 里面的主要卡丝有那么多 我还真的就是无法将眼睛从戴文青木身上移开 我也是看了电影才发现 原来虽然他身高只有168 但身材比例绝佳 东方与西方之美 在他身上巧妙地融合 委屈很多混血都这样 所以我觉得混血这个倒是其次 我感觉主要就是 他那精致的娃娃脸上 有着一双妮媚的丹凤眼 而影编里面的这个角色 更是其淡漠的艳视感 和少女的灵动感于一身 看完我就感觉 这个人长得也太妙了 因为清醒年间的这些经典电影 戴文青木凭借其荧幕形象 和活动节拍穿搭 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他也变成了大众谈到 Y2K烂魅风格时 必不可忽视的名字 然而 他的演艺生涯 同样也没有持续太久 或许本就出生优渥的他 最不在乎的就是名利 他在2010年后 就算是真正从这个行业里面淡出了 转而专注于家庭生活 他的丈夫呢 是一名毕业于哈佛的金融分析师 是一名圈外人 他俩结婚并生下了三女一男 大家如果有看过他小孩的照片 就会感叹 戴文青木的基因 那是真的强 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 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生活点滴的分享 就蛮接地气的 直到2023年 41岁的他依然没有付出的打算 多年过去 他也只会偶尔的给品牌拍一些广告 醒着没事的时候呢 就出来为之前的圈内智友们站台 他最近一则广告拍摄 是2022年的LV和草菅民生的联动 妈呀这种 让人羡慕的工作强度 本频道的每一位毕业生听了都要落泪 我们可以从太多角度去解读戴文青木 一位活跃于上世纪90年代末 以及本世纪初的欧亚汇雪超模 乘着时尚行业全球化扩张的东风 成为西方话语全统之下的时尚界当中 最突出的亚裔代表 独特的戴文青木 作为亚裔代表 他无法避免地沦为主流时尚眼中 被凝视的异类与他者 但是能被西方媒体称之为cult model 这又何尝不是对他的实力和影响力的一种肯定 但是也正是那个独特的戴文青木 他从容清醒 他身上那一份与生俱来的 普通人费尽全力尚且都难以掌握的松弛感 让他得以有底气选择早早隐退 他让自己最辉煌的时刻 定格在了那个网络还不那么发达的年代 我们都爱一往昔 所以Y2K时期的戴文青木永远长青 那么以上就是超模系列新一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请别忘了点赞转发 关注我这里有更多深度有趣的时尚资讯 我们下期见